的小時候 開始了是不是 我的最新電影作品《怪胎》即將要上映了 那《怪胎》呢是在講 兩個有清潔強迫症的人 遇到了彼此生命中唯一可以理解自己的人 那...因為在愛情裡面 大家都是怪胎 大家都有不為人知 和其他人都不一樣的地方 那這個電影就在探討 關於兩個很不一樣的人的愛情故事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進電影院看 就是有沒有洗乾淨啊 都已經洗兩次了 應該沒有尿味了 很難懂是不是 怎麼樣 這個是一個笛子耶 它乾淨嗎 剛剛問我怪不怪 還好 還好 行天工很合理啊 對啊要拿去當祭品啊 對不對 對 是生的母雞還是熟的母雞啊 是生的母雞啊 哈哈哈哈 對 這是一種稱讚啊 不然我怎麼演到怪胎這個電影 怪胎 好了 不是那不叫忽冷忽熱 而是覺得水瓶座忽冷忽熱的人患得患失 這不是人很好的意思嗎 水瓶專不專情 我不知道耶 但我應該是屬於專情那一塊吧 ầy 好狗 喔 好鬧喔 好開心喔 真的 可以拿去Candy